久等了各位,欢迎回到闪电看剧 今天我们继续追亲爱的热爱的20集之后的剧情 没看过之前剧情的朋友们,请点击右上角先回顾一下 上集我们说到,童年妈妈怎么看韩商言怎么觉得不顺眼 闪电很替老韩担心啊 得,让闪电猜中了不是 爷爷带着韩商言去拜访童年的父母 童妈妈就没给过好脸 最后单独把老韩叫出来,让她不要再纠缠童年 老韩心想,人家家庭本来挺和睦的 不应该为了自己而让童年与家人闹翻 于是她咬着后槽牙说,好,我答应你 好你个驴蹄子呀韩商言,勇敢一点呀喂 看到这里,网友的评论是 猪露莎妈妈我劝你善良 哈哈,原来大家都认出来了 不知道猪露莎是谁的朋友们 请去隔壁看一下带着爸爸去留学 说回剧情,韩商言自以为能够管住自己的感情 做了很多傻事 比如对童年冷言冷语 谎称把童年送给自己的猫扔给保姆了 不再联系童年,把手机一扔直接去挪威等等 无论童年怎么讨好及关心 韩商言都不敢轻易表达自己的真心 她不知道是要满足童年妈妈的心意 还是要遵从自己的内心 十分矛盾 缺乏处理感情能力的她 只能以冷暴力对待童年 这几集童年CP有点虐心 幸好有小米和亚亚代替她俩发糖 她俩的关系突飞猛进 可是小米呢也有自己的烦恼 自从她被solo重新召回SP战队打比赛之后 她的竞技状态始终上不去 曾经的拳能手不得不在岁月的打击下背下阵来 她不想成为团队的拖累 更不想再给solo添麻烦 在打完一场重要的比赛之后 小米宣布彻底退役 solo曾打赢韩商言一定会照顾好小米 但这次小米的无奈退役 让solo为自己不能保护小米而十分自责 韩商言更为小米而感到难过 她清楚 小米跟自己一样都有一个世界冠军梦 梦碎了 小米收拾小米准备回老家开小卖部 幸好亚亚一直在身边鼓励她 还帮她在本地租房子 把她暂时留下来了 而世界呢 也终于没有对小米太过残酷 KK的领队苏承要回挪威 她曾是solo的前妻 也了解小米的能力 苏承走之前找到小米 让她来KK接下领队的位置 小米犹豫之后同意了 小米的到来 让KK的小队员们认为是老大韩商言寻思 十分不服 幸好小米用真正的实力堵住了这群小屁孩的嘴 作为前辈职业选手 小米熟悉国内各大战队的优势及软肋 她帮着队员们分析下一个对手 BUFF的个人弱点 让小破孩们认识到了小米的重要性 小米还真是好哥们 自己刚稳定下来 就拉着前solo的兄弟们帮着撮合韩商言和童年 上期咱们提到 童年的学长郑辉带妈妈来做手术 童年在医院陪着郑辉等他妈妈 韩商言追着童年来到医院 正好撞见郑辉好像要向童年表白 他一股醋意上头扒开了郑辉 郑辉看老韩年纪大 以为他是童年的哥哥 哎呦真尴尬 童年赶紧解释他不是哥哥 郑辉这傻小子就直接称他为童年叔叔 估计韩商言心里一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 把郑辉礼貌的轰走了 晚上韩商言送童年回宿舍 他终于直视自己对童年的感情 两个人在一个街头艺人的音乐中跳起舞来 这一幕太美好了 他们之间爱情的小果苗又肆无忌惮的重新燃起来了 有些人的幸福呢就像两块铁 需要中间有磁铁才能够紧紧的吸附住 就比如说韩商言和童年 他们的磁铁就是韩商言的爷爷 爷爷要回挪威 他年纪大了 这一走估计就没机会再回国了 为了不留遗憾 他想去老家苏州看看 就叫上了韩商言带着童年一家 童年又发现了韩商言更多隐藏技能 老韩竟然还会下象棋弹吉他和唱歌 他们俩的甜蜜也让长辈们都看在眼里 终于又可以撒狗粮了 童年用微博发布了一首新歌 在广大的网友面前赤裸裸的秀恩爱 韩商言知道后自己也注册一个微博 并且只关注了一个人 那就是童年 网络安全大赛半决赛开始了 童年家里来了亲戚没去现场 就只能用家里的笔记本看直播 童年妈妈看他又在关注韩商言的圈子 用眼神也就鞭斥了他一万遍吧 在比赛的现场 KK的对手是30岁还不服老的BUFF战队 比赛五局三胜 在最后的时刻 KK的大将小白同志采取强攻渗透 最终带领KK赢得比赛 潇洒享受全场欢呼和掌声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BUFF的暗淡无光 他知道自己该退役了 他最后看了一眼到现场支持自己的粉丝 在后台工作人员收工之后 在无边的黑暗中落下眼泪 同一时间 SP也赢得了半决赛 SP将与KK一起杀入总决赛 爱恨情仇纠葛的两支队伍将再次相遇 最后谁能赢得冠军呢 咱们一起期待后面的剧情吧 说到这里 闪电感觉这几集有点注水 韩商言回忆的部分太多了 有好多是刚讲完又回忆一遍 拜托 我真的还没忘呢 要不是剧情够甜 闪电又要打开二倍速追剧了 下一个视频咱们就要说到这部电视剧的大结局部分了 相信一定会很好看的 如果你也喜欢这部剧 请不要忘记关注我 咱们一起追剧 一起看电影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